這不是種族滅絕 種族滅絕在國際法上 它是有這個嚴格的定義的 不能亂用的 哲倫斯基是在演戲 他到現在還是戲魂上身 而且越來越濃 美國是逼俄羅斯出眾手 俄羅斯現在掌握到一張牌 我覺得他用的第一張牌 就是生化武器 這個未必是一槍必命 可是生化武器的話 會把俄羅斯在這場戰爭上的 道德制高點會提升 現在全世界基本上都組合了 歐洲急得要死 那麼想把大陸拉進來 對 現在的局勢這樣 那只剩下兩個半 三個啦 現在還主戰 所以我們現在世界這樣格局 就主戰派跟主合派 對不對 這個其實都不是當事國 可是 世界各國已經分成兩派了 主戰組合 對 主戰就是美國 英國 還有一個 就我們給他12億的那個 立陶宛 對 我們花了12億 所以他現在的底氣很足 真的話怎麼修啊 立陶宛 對 所以這三個是主戰 現在連波蘭都不一定主戰 波蘭組合啦 波蘭組合 波蘭沒有要主戰 對 真的 可是到底說波蘭應該是 愁惡情緒最高的地方 波蘭頭痛死了 100萬難民你怎麼辦 美國是主戰到底的 而且美國是逼俄羅斯出重手 你這個所有 所有事在逼俄羅斯出重手 我要天天給你製造 跟俄羅斯現在掌握到一張牌 我覺得他用的第一張牌 就是生化武器的 你說指控他有生化武器 他就說我自己要對他用生化武器 他指控美國 現在 因為我們都看西方媒體 你看俄羅斯怎麼報 俄羅斯國防部 第二次記者會出來 大概五天前 第一次記者說我找到證據了 對吧 3月6號嘛 對 我找到證據了 我們還有講嘛那天 然後要怎麼樣呢 我還要繼續研究資料以後 我還會做下一步的 所以昨天美國跟 美國跟瘋了是一直否認 沒有 絕對沒有這件事 而且美國是反過來指控說 有些國家要弄別人之前 都會先指控別人那件事 所以當俄羅斯指控 烏克蘭有生化武器的時候 就是俄羅斯要對烏克蘭 發動生化武器攻擊的時候 這什麼邏輯啊 這就是美國 美國現在極了 你看俄羅斯這個新聞 他們怎麼講 他說 他說美國方面 美方的目的是建立致命病原體 隱秘傳播的機制 然後計畫在2022年 在烏克蘭開展 鳥類蝙蝠及爬行動物 病原體研究 並逐步轉入研究這些動物 攜帶非洲豬瘟和碳區病毒 致命病原體的隱蔽傳播 建立機制 所以呢 把這些動物當成 COVID-21是不是啊 這是俄羅斯講的啊 然後他還說 COVID-19 COVID-20是不是 對 所以俄羅斯更厲害了 他這話也沒講完 他說 沒有錯 我們近期啊 還要再進一步研究 又獲取的文件 並將提供專家鑑定後的結果 那現在有傳說是要到這個 要到這個聯合國安理戶 提出特別的這個 要召開特別會議 好像提出了 俄羅斯提出了 那個安理會好像有在調查 這個有在調查了 這個未必是一槍斃命 可是生化武器的話 會把俄羅斯在這場戰爭上的 道德制高點會提升 就是說他好像有個正當理由的 這種感覺 對 這是No.1 No.2 你看他打核電場 扎波羅日 這個 扎諾比 三個核電站 然後呢 他在裡面 現在俄羅斯的記者都進去 查獲大批武器怎麼樣 然後這個俄軍在 不是 烏軍在那邊 強烈的反抗 其實都是在他的訓練中心 因為照一般來講 他這個原子 就是這個反應爐 然後配電所跟訓練中心 都在訓練中心打 所以你說哪裡爆炸 不是那時候烏克蘭說 俄軍攻擊核電站 所以全世界恐慌 後來發覺都是在訓練中心 後來發覺是照明彈 對 照明彈 可是三個電廠 他繼續會抓電廠 這電廠除了就是說 關鍵基礎設施 到時候他要掌握電源的 另外一個他在找製造核武的證據 對啊 是 是 這個製造核武證據 他現在他 裝彈還什麼的很可怕死的 可怕 這個俄羅斯是排是一張一張的出的 現在先搞你深化 現在再搞你核武 然後核武再來一個 國防部又鄭重 俄羅斯國防部 又來一個記者會 我們掌握什麼 我們都看不到 台灣都不報 台灣都不報 他都在報 俄羅斯的 我都沒看到 對 他都在報 而且講的 你說他講的內容 而且是國防部出來講話 對 國防部 你說剛剛他講這個 這個深化武器 你說聽起來是不是 他確實掌握很多東西 聽起來 什麼都講了 而且我們那天也講說 他們真的把資料都刪光了 我們去網路上查 然後這個 烏克蘭駐美大使館的網站上 他有好多那個 每個研究室你知道嗎 什麼卡爾可夫研究室 相關研究資料 點進去打開 全部都刪光了 那如果只是醫學研究資料 你幹嘛刪掉呢 關鍵代理 對啊 全部都刪掉了 超奇怪的 可是問題就 俄羅斯通烏克蘭語 他們拿過來就看 都把你原件給拿 都給拿出來 前兩天不是在報 這個基輔在那邊 燒文件嗎 這裡面就說過去 都是一隻基金 對 2014年以後 美國勢力長驅植入 進入烏克蘭以後 對 這個中間 這中間七年到八年的時間 事實上美國也在幫 烏克蘭備戰 所以才會讓 哲倫斯基有如此之底氣 準備越講越冷 還是說我很後悔 什麼把核子彈給毀滅了 跑到全世界去喊 對不對 那你現在 我覺得俄羅斯這次出兵 如果說他事先是掌握 你有在研究核子彈 或者說你在搞生化武器的話 那麼俄羅斯 在這個出兵的正當性上 他會扭轉他現在 這個劣勢 可是俄羅斯你看他打這些仗 第一個他都是 動作在他的解釋之前 他先動作 不吭氣 你話講的越多 你的破綻越那個 哪像哲文斯基那麼成功 種族滅絕在國際法上 它是有很嚴格的定義的 不能亂用的 那如果說是刻意攻擊 一個民間的基地 裡面都是非戰鬥人員的話 那也是違法 那就要違反國際人道法 這個維也納四個公約 以前叫戰爭法嘛 對 那就是戰爭法 也不是種族滅絕啊 那也不是種族滅絕 那個就是你違反人道法 你攻擊非戰鬥人員 刻意攻擊 不過俄羅斯是事先報備的 他講那個是一個醫院 可是已經被用作 以軍事用途了 所以他要攻擊 那這個俄羅斯後來講了以後 那烏克蘭就沒有 就沒有再說話了 烏克蘭就是說 他是用一種宣傳的方式 就是你攻擊醫院 所以你就是種族滅絕 可是呢 那裡面 烏克蘭講說 17個人受傷 那我想說 這是什麼樣攻擊 看起來就已經打爛了 17個人受傷 沒有一條人命出現 還是種族滅絕 不是 你就17個受傷啊 那所以這件事情 我覺得就是說 澤倫斯基是在演戲 他到現在還是戲魂上升 而且那個戲魂越來越濃 這台水神生成機呢 他只有一個飲水機的大小 放放水神生成機呢 讓防疫日常變得更方便 更安心 水神生成機在哪裡買呢 來 中天的觀眾朋友 粉絲朋友們 你們可以獨家享有這個好湯 請你上快點購 塑料有限 你要買一條牌